这两位门里是什么打法 出手进入手机客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平坊 我们今天开场冯晓菱和黄金玉的比赛 视频中黑戏衣服的选手是冯晓菱 她是合板的正脚打法 进手是正脚冯晓菱 而冯晓菱的对手是黄金玉 她是现在比较小剑的长脚打法 手机的冯晓菱还是不怎么适应对手的长脚 现在是比分3比8落后 黄金玉的发球是田里面发球 她发球的时候是用黑色的那面发球去发球 发球后再进行倒板 黄金玉是以11比3拿下了第一局 看看第二局的冯晓菱能不能够调整过来 这场比赛是很有看点 一个是长脚一个是正脚都是现在比较少见的打法 黄金玉现在的发球都是罚对手的一个正手长球 下半将回到对手的一个防守位 黄金玉突然是长脚 但是打起来说脸上正脚 现在黄金玉是拿到了第二局8比4的领先 感觉今天的冯晓菱技术还是有点发挥不出来 五位食物比较多 最后是黄金玉大比方2比1下来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